丁骨毛补选 凯鲁宣布同样涵盖五大主轴的竞选宣言 哈喽大家好 我是Kelvin 那不知道这个凯鲁是不是提前预判了 我会拍视频 骂他没有竞选宣言 然后呢他就匆匆忙忙的赶上了一份 那当然这个只是开玩笑而已 就真的这么巧 我发布了视频过后一刷那个新闻 他的竞选宣言就出来了 没关系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首先我看了他的宣言过后 我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我认为他的这个竞选宣言 有一点点超小桃的功课 第二个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宣言里面你看完过后 你会彻底明白 国盟是彻底放弃了非马来人的选票 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之前国盟都不敢公开跟你讲 我们不要非马来人选票啊 之前还有人跟你讲 老木还有民政党 现在一直在努力的争取非马来人的选票 他们要走向开明了 然后结果这一份竞选宣言出来 你听我念完过后 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有同感的 民政党 刘华才 你看了这一份选言 我跟你讲 你可以不用再帮开鲁 去拉华人 跟这个非马来人的选票了 因为徒劳无功啊 他这一份选言就是彻底放弃了 有一句话 广东话叫做 说多塞好水啊 不要浪费民政党你自己的口水啦 现在出去给人家骂 得不偿失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首先前面四个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在有一点超功课的感觉 第一个他讲要求高品质且稳定的发展 那这一个每一个候选人都会讲的OK啦 我就讲普普通通了 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 第二个他讲要确保绿色环境的可持续性 小桃其实也是讲了一模一样的话 然后呢那一个方向呢也是比较明确一点的啦 第三点他讲要强化当地经济 同样的东西小桃也是有讲 不过他们的差异化是小桃比较想要用这一个旅游业来带动这一个新骨毛的经济 让新骨毛的人民能够通过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呢 赚到更多的钱 然后这一个凯鲁他没有很强调旅游业 他讲的东西比较像是要把当地的产品通过他设立一个平台 把这一些产品呢卖给其他的地方 让这一个人民能够赚更多的钱 这个也比较符合他商人的这一个操作跟思维啦 OK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抨击的 往下第四点他讲 他要汇集和增进年轻一代和女性的潜能 这一个跟小桃其实是有一点差异化的 他的差异化在于小桃虽然也是有讲要培养这个年轻人 要让年轻人过得更好 但是小桃没有特地强调女性 而这个凯鲁他有特地强调年轻人跟女性 我觉得那个最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他本身作为男性候选人 然后他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小桃是一个女性 女性要吸引女性的选票天然有一定的优势的 那所以他放这个女性作为这一个竞选宣言的其中一个大标题 是OK 但是他整体上的思维其实还是延续了小桃的 那五大框架里面的这个精髓的 OK前面四点 顶多 顶多就是有一点超功课的感觉 但是第五点 第五点 他讲他要捍卫少数群体 哎你别听了少数群体就自己对号入座 对啊我是啊我是啊 百分之二十二为什么不是少数群体呢 并没有哦 他的竞选宣言里面有特地列明 他口中的少数群体是谁 有两个群体而已 第一就是这一个原住民 他讲他要确保原住民的干统跟他们的居住地方呢 得到承认并且是有尊严的 第二点 第二个少数群体他讲要帮助OKU 残障人士啊 残障人士尤其是在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领域 要确保能够给他们最大的方便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的少数群体指的就是OKU 还有原住民 他压根就没有提到华人跟印度人 你想华人在这个选区不算少数群体 OK 我勉强能够接受有30%的选票嘛 跟马来人其实也差没有很多 印度人 18%总该是这个少数群体了吧 他连提都没有提啊 OK 没关系 所以很明显你看得到 在他的世界观里面少数群体只有OKU 还有这一个原住民 他连最冠冕堂皇的话 在宣言里面都没有写进去 我不期待你讲你要公平施政了 OK 因为国盟作为单一种族的政党 很难讲出这一句话 但是你冠冕堂皇一点 你把那个句子修改的优美一点点 学小桃 OK 要抄功课抄十足嘛 学小桃讲 这一个 不会边缘化任何的群体 那不就好了吗 你为什么要特地强调OKU跟这一个原住民 然后忽略了其他的群体 很明显妥妥的 就是他只想要争取马来票跟原住民选票 就这么简单而已 然后这一份宣言 阿志敏竟然让他通过 竟然可以发布出来 所以现在整个国盟 很明显那个态度就是不要非马来人的选票 就这么简单而已 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是他还没有当选都已经这样了 当选过后呢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